台中火燒挫只剩個殼 屋主不休散開價3400萬元 屋主夫婦在窗口等待救援 去年5月21日凌晨3點 中市中區中華路夜市店鋪遭毒蟲縱火 火事一發不可收拾 從中華路延燒到台灣大道 波及到台灣大道的店面汗民災 好痛苦喔 我們家沒爬油 這邊嚇到 我6點差不多5分左右我就出來了 那時候我們房間也打開 整個黑暗都進來了 一燒16間店面 最嚴重的部分還被燒個金光 超過4小時才撲滅 那它後面全部都是鐵皮 連動加鈣 然後火是整個油 後面中華路這邊延燒到台灣大道 白車 火警造成四人輕微嗆傷 送醫秒大礙 自發兩年後 大部分的店面都已整修完畢 中華路一段這棟53年的5樓透天座 卻保持廢墟 內牆有著明顯大面積焦黑情況 引人側目 外頭掛著大大瘦的廣告 外牆有部分磁磚焦黑剝落 活像個事故屋 記者致電純接仲介表示 該屋當初遭到火災波及 故之一具 但並無發生事故傷亡 只是意外事件發生後 屋主兄弟倆才打算賣掉 中華路的店面指名度相當高 過去非常少有釋出 該屋的坪數非常的大 開價大概三千多萬 略高於市場一些 但因為六十多歲的屋主 他們兄弟啊 對出售醫院相當的不一致 因此銷售時間也會拉得比較長 這兩年都懸而未成交 好 值得一提的是 中華路夜市歷史悠久 因在中區中華路上而得名 早年逢甲一中商圈尚未崛起 中華路夜市因離台中火車站不遠 加上匯集南北口味小吃 巷內開設許多博來品店 許多台中人逢年過節 都會來採買年貨 該物件正未處 商圈核心生活機能齊全 中華路夜市的店面過去 幾乎沒有釋出 那附近一帶的透天屋齡 通常都在五十年以上 依照地坪來拆算每坪的單價 大概會在八十到九十萬上下 開價在三千萬以內 再搭配為老的一坪 是頗具有競爭力 一般投資資產客 都會考量重製的一個成本 復原加上裝潢 每坪約加三到五萬元左右 因此也會壓縮投資的意願 www.farthf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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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